民進黨籍台中市議員王立任 質詢台中市環保局長陳鴻義 為什麼之前說過 台中火力發電廠的興建 是中共的思維和規劃 你懷疑的是哪一個政黨 哪一個政府跟中共來合作 我不曉得誰 請你說清楚 我不曉得 我叫你不曉得 真的誰 不曉得你要懷疑什麼 你就要問你回答 台電本身的規劃真的矛盾 你出去啦 陳鴻義解釋他的意思 是應該將電廠分散 而非集中在台中火力發電廠 但是怎麼會扯到中共 原來幾天前 他在國民黨籍議員質詢時 這麼說 陳鴻義的發言 連藍營議員都為他捏把冷汗 想喊嘛 我都覺得 這個好像是中共規劃的 因為只有中共會做這麼簡單 你不要再說到那邊去 我怕太多你可能 這段發言讓民進黨議員質詢 台中火力發電廠新建時 是國民黨執政時期 難道是說國民黨是中共同路人嗎 陳鴻義還被發現在環團群組表示 中央不肯承諾減煤 是怕買不到天然氣 怕中南部空氣品質變態好 這樣的貼文也被民進黨痛批 是散布假消息 有一根天然氣的煙囪150米都已經蓋好了 所以在這兩年我們光中火就會有兩部燃氣機組 260萬千瓦要起來運作 為了台中火力發電廠議題 連日來藍綠議會黨團彼此過招火藥味十足 在立經文林維智章玉坤 台中報導